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不断扩散 现在是搞得当地人心惶惶 舆论也开始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抗疫情方面的表现 但是特朗普本身却似乎不太愿意面对真相 在前天的一场白宫汇报会上 当特朗普听到记者提问 目前有好几百万的美国人都活在恐惧当中的时候 这位狂人总统他突然就情绪失控 当着众人的面前向记者开火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记者亚历山大的一句 美国人正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感到惶恐 瞬间让白宫记者会的气氛降至冰点 听到提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显然是案内补助心忍的怒火 开始对记者发标 我说你是一个糟糕的记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的信息 你对美国人提供给美国人的信息 被训斥的亚历山大随后发声明表示 他本来是希望透过提问 给特朗普一个安抚美国民众的机会 但正如大家所看到 对方却给出这样的回应 而特朗普脱续的行为 也引起大批网民热议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特朗普疯了的字眼 还一度成为热搜关键字 特朗普公开责骂美国NBC记者 让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都看不过眼 为这名记者打抱不平 纷纷发表评论和给予声援 在美国的社交媒体推特上 Trump Meltdown 特朗普疯了更成为了头条热搜 有接近5万人在推特上公开评论 和谴责特朗普当天的粗暴行为